女星151骑车很衰荣,林彦俊惊喊靠脸吃饭。 林彦俊骑车很衰荣,图翻设字演书,2018年3月17日。 一人151骑车,17日在脸书放上骑车很衰的脸部照片,本来甜美的脸蛋,几乎半张脸都是淤青,眼底还出血,相当吓人,幸好他有放上对比照,看得出来已经逐渐复原,粉丝才放下担心。 对于这次受伤,他忍不住只喊,我靠脸吃饭。 林彦俊在脸书写下,出国前一次的猫空骑程,下坡路段遇到转弯,觉得自己快刹不住,太紧急刹车以至于把轮胎锁死,偏轮摔车,有片段的失忆和脑震荡, 记不得自己怎么摔得把脸摔成这样,但我记得我有嘱咐医生把我缝得漂亮一点,我靠脸吃饭。 幸好身旁亲友的支持,他逐渐好转,同行的朋友被我吓死了,有的甚至目前还有骑车恐惧症不敢再骑。 我谢谢那些缓纳见真情的家人和朋友,第一时间都来慰问和帮我祷告,陪我看医生,要帮我炖汤, 还有宋药告诉我各种偏方伤口能好得漂亮,我可以任性地指,指,是我的小老弟,妈妈并没有告诉我以后不要再骑车了,她说从小到大她就是以我这个女儿为荣。 林彦君生性乐观。图翻设字眼书。2018年3月17日。 本以为林彦君会待在家里两伤,但她接住透露,至于我,出事后我还是照原本的行程出国来纽西兰玩, 我有经过医生审慎的检查和评估,该怎么因应突发状况都有仔细询问医生, 果然来是对的,纽西兰好山好水,空气清新,真的很适合疗伤,朋友都说我是生化人好的很快,我每天起床都期待看自己脸上的变化。 她还希望这个经验可以鼓励其他人,谢谢上帝让我知道受伤人的心情, 以后我更能够同理心地帮助病痛的人,希望我正在生病的朋友,可以看到这篇文章被我鼓励,对生命有盼望。 谢谢大家